管理故宫博物院去年爆出了摔坏国宝瓷器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最近又被爆料 故宫有上万张的数位点藏土挡遭到了中国的駭客入侵 土挡还被拿到了像是淘宝、百度等等网站上面去贩卖 对此故宫出面证实 去年6月有一名承办员在为故宫进行数位点藏公开化时 为了加速作业 就将土挡移到了外网可看到的公务机上面操作 疑似也因为没有防火墙才让有心人士 可以透过工具软体或是拼图软体等等方式 截取到高清画质的图档 公开在网络上面键卖 甚至提供大家免费下载 在中国购物网站上搜寻台湾故宫 结果马上跑出好几件故宫数位点藏图件 看看这标价不到50元台币就能轻轻松松解锁浮水印 而另一个搜寻引擎更夸张超高筋图件档案公开 让大家免费下载 这批遭害流出的图档画质解析度 甚至比官方授权的还要高 总计超过10万件对此故宫亲口承认 是从他们这边外流的 我们为了加速40万张600万画素的图档 尽快换在公开 那我们承办人员为求好心切 他就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降档 一般在故宫官网公开下载的图件最高清只提供600万画素 但去年6月一名助理研究员先是用封闭内网公务机要将40万张图件进行转档 为了加速转档作业将答案移到对外系统 也就是外网可看的公务机疑似没有建立防火墙 导致有心人士可以边看边截取 事发后尽管当时的助理研究员已经遭到惩戒 但当月故宫国宝数位图档就已经开始外流 在各购物网上减卖 数位转档需要时间 所以因为作业时间时间差的关系 才会让这些这个工具软体有机会去截取到高阶图档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制裁权 目前讨论结果是请他马上下架 强调没有隐匿 但事隔好几个月如今才被爆出 数位图档遭害 故宫对于国宝文物的把关机制得在严格检视 届台北综合报道